把它用线条先勾下来 勾下线条以后呢 然后呢也是一样的 很细的 在那个地方呢 就是画 我们叫村 山水是先用线条 然后呢勾 勾出来以后 再来才是村 我现在还在做勾 勾的目的呢 就是把整个的 它的石头的形状把它勾出来 勾的话 最主要你把你大致上的体把它勾出来以后 然后呢 村呢 就是里面的石头的面 我们叫村 村的方法呢 有很多 这个我现在用的叫皮麻村 皮麻村 然后呢 然后呢 还有很多荷叶村 有这个雨点村 各种各样村 这种最常用的就叫匹麻 像麻一样的这样匹上去 完了以后呢 村完以后呢 等一下啊 我把这个也勾一下 我们把大致上的形状 我把它勾了 好 就像画画你不管画一个什么人体也好什么样 我们先把素描 我们先把它的这个线把它勾出来 好 勾完了以后 就村完以后呢 叫插 插 插什么呢 为什么要插 你们跟他翻译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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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ting 时候比较会Rusting 看一下 首先 你明白吗 首先我只是给它一个形状 然后我给它一个内部 所以我们将显示了石楼的石楼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固定 所以我们将显示了石楼的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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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显示了石楼的石楼 就是把鼻打散了 把鼻打散了 在那边擦 这叫擦 OK Rub it OK Rub it 不够的话 再回来 OK O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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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擦 下面是什么 你们老同学 点 哎 没错 我反正要洗了 我洗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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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容易洗 这就是点 OK 点的目的是胎 啊 点胎 那点的目的呢 也是给这个一个平淡的一个画面有一点变化 OK 那事实上呢 我们看大自然里面啊 啊 不可能就是点 这线跟那个面而已 它也有涂出来的地方 也有点 好 那一般呢 在这之后呢 我们就再来 我们用比较大一点羊毫笔 我把它的面 再把它弄清楚 好 还给我吗 OK 这形状 还没有 黑色的 你知不知道 啊 有些是 對面的 有些是 可以 那些是 或者是 黑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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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你的所有线条全部都是黑的花 是不是很困难看 对不对 是黑态的还 cast Así is these plants? 里面还, They make them very 你也可以说是 emerged 现在我们看到,只是一个平坦粉的面表 Indigenous Telegram 是的 基本上,一个石头到这种程度的时候,等于说它已经完工了,因为它已经可以绣出来它的面,它的形状,那么它的阴阳都已经绣出来了。 那有些老师很喜欢在这之后再把它加强,比如说我希望它真的很黑的地方,我把它真的把它涂黑。 如果我希望它很黑,因为它是在很黑的地方,所以我使用它来做更深的地方。 我们这个功夫呢,就是第一个呢,你就是要练你的这个线条,这线条呢,我不希望你以后画画的线条呢,是那种像工程画一样。 那个就很不自然。 OK, don't use the mechanical way to do it, you use your free hand. OK, so that will, yeah, that will show is very natural, very flexible. 因为这个什么呢,这是它的原始的下面那一层。 中国话里面,他们说很习磨,磨不用到尽,它不丢,所以这个就是习磨,你把那个磨用尽为止。 其实来讲的话,也就是希望它的默色有多变化,不要采取同一个默色。 Better? so, from the nothing, to create this, right? OK, alright, then, if... OK, today, I just demo, you know, I'm not trying to really showing a nice lens to escape. OK, but no matter what, I'll give you some idea. You can add another rock in somewhere here. But this rock is because it's far away, so don't be too clear. 还是一样,从哪里开始? 从勾嘛,所以各位,这勾的功夫就是你的线条。 我们讲画画呢,练就是树苗练什么?就是练你的线条。 OK, OK, go, go. 我不用纵末的原因是因为我把它有距离。 你画到一个程度,你们几位老学生,你们如果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不妨大胆一点。 你一面再勾的时候,就一面再穿。 穿插,勾,全部都来了。 看到没有? 同时就来。 因为刚初学的人大概他还不敢了。 他说从勾慢慢,我秀给你看,就是所有你都可以在同一个时间之内把它搞好。 OK,然后呢,你需要的话呢,你还可以点。 OK, give some point. OK, very natural. 好,同样的,我们刚刚也是一样的做过这个步骤。 就是说我把它的阴阳面还是要弄出来。 OK, 这个地方我弄一点湿的,是干什么? 就是为了云,云彩,对不对? 我留云在那里。 OK, 重点是一样的。 好, 我以内部武器用了一点一点的闪导, 为了促冬的话, 我对明余在内部展开一点点。 我觉得是比方法更深。 各位还没有基础工的人我再讲一遍。 你的用笔方法是, 可以有正峰、側峰、側峰、側峰 有倒鼻上去、有下来 都可以 所以你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看你的哪个地方方便 你就把鼻转 那我既然画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再画下去 那就是我画一个水口 因为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弄暗 这个中国山水画呢 它就是有几样东西一定要的 一个呢就是山石 另外一个呢就是瀑布 对不对 用侧风 那水啊 那水的水 你知不知道 如果它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会有影响的 对不对 所以影响的地方是更阳 而且它的阳 不是很整齐的 它的阳是 我们用侧风压下去 把鼻压下去 压下去 这样的话很出来的东西很自然 就是水流的很自然 然后呢 有一些画家 他比较像黄军碧的 他的就是 他会在这里呢 给它这样抖抖抖 显出水的水文来 OK OK OK